不停強風吹殘 加油站屋頂整個坍塌 鐵皮木條搖搖欲墜 感覺隨時都有垮掉的可能 警銷人員緊急拉起封鎖線 因為風時災太大 被台灣處處穿災情 大塊鐵皮被吹落 就掉在馬路中央 強風吹不停 鐵皮屋板從天而降 差點壓到情緒 大半夜大聲巨響 嚇得憂和居民睡都睡不著 現場一共是吹得超過30公尺遠 從剛剛那個地方一路 吹到這個地方來 而且是佔據了 幾乎是整個車道了 強風清台雙北風強宇宙 瞬間最大強風來到14級 街道路數機車攤的攤 倒的倒就連鄰近的基隆 也很慘 掛在上方的招牌 直接整個砸落在地面 而且事實上是無一幸免 包括整個建築物主體上面 已經呈現了一片光凸凸的狀態 大樓標誌硬聲被吹落 直接吊在旗樓上 就連一旁的收費艇也被吹翻 基隆市區最大陣風也飆到12級 就怕會釀成追撞意外 竟銷人員連夜加強巡邏 但國道上還是發生擦撞 小車車車頭全毀 駕駛抵不住瞬間狂風 在國道上失控打滑 直接擦撞中央分隔島 台風夜中共就發生三起小客車 自撞意外 泥沙席台 北台灣各處 船在一起 這台北 綜合報導 中央 中央 谢谢大家